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旅游报道 进入七月以来可以说是暑气逼人 很多人都待在空调房里不愿意出来 这个时候进行一场清凉的避暑游是个不错的选择 今天咱们就要给您推荐一个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 让您感受一个清凉的夏天 明镜来十年 每次都来这边住多久 住两个月会两个多月 有的住三个月的 李奶奶是南昌人 今年已经89岁了 每年夏天 他都会选择和几个朋友 到宜春静安县中原乡的三平村来避暑 通常一住就是两三个月 因为这里好凉快 这里有一个广场 我们洗澡到上床盖被窝 这里屋里都搞得好 这里晚上一般有多少 晚上一般多数 25 26 除了天气凉爽之外 吸引李奶奶他们每年都来三平村的原因 还有一个 就是他们现在所住的这家民宿的老板 人特别好 我们的老板非常好 他一家都他装灯 他都会搞 我们要求到哪里 回头买药 干什么 大家都看这个 送我们去买 李奶奶他们所住的这家民宿 是老板刘芳勇在2010年用自家的房子改建而成的 有床位30多张 每年一到夏天 这里基本上都住满了 生意蛮好 我们这生意满的 每年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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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客人 基本上都是 七年就订好了 都是老的客户 回头客 据了解 整个静安县中原乡有民宿600多家 其中 光记者所在的三平尊就有民宿200多家 这些民宿大多数都是当地农户自己开设的 每到酷暑时节 中原乡就会迎来游客的高峰期 目前我们中原乡640家民宿 接待常会有3万多庄 目前到现在为止 应该是可以全部住满 全部住满 那总人数预计可以达到多少呢 3万 那么中原乡能够吸引这么多游客 前来避暑的原因 到底有哪些呢 独天得厚的一个秋荷环境 确实是没凉快 那么这凉快又有三个小点 这凉快是凉爽 干燥 不潮湿 然后又三无 无空调 无蚊子 无苍蝇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交通便利 离我们南昌 就是180公里之 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 离长山也就三个小时 离哪儿腐败了也是三个小时之内 方便得很 除了气候和地理位置上的优势 中威还告诉记者 为了留住游客 他们还在中原乡专门成立了一个民宿协会 就是为了从价格和服务上 对整个中原乡的民宿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 给前来避暑的游客更好的旅游体验 就是我们的民宿的管理游戏 还是有一些这个管理手段 大家的都是统一管理 统一分配 统一制度 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 原住民是客家人 客家好客 把这个服务呢 提供亲情服务 那刚才大家走了一下 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住了三年五年 有甚至是十代年的 我们就把这个当成的亲情来服务 那么总文的一句话 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是一个什么 要让游客在这里住得安心 吃得放心 玩得开心 记者留意到 在中原乡 每家民宿的显眼位置 都会贴上一个价格表 一个人每月包吃包出的价格是1900元 每家民宿都是统一标价 这样就有效地杜绝了恶意的价格竞争 在中原乡的游客中心 还专门设立了游客投诉点 解决游客在旅游中遇到的烦心事 同时为了解决游客在避暑的时候 如何玩得开心的问题 当地政府也是下了不少功夫 那么我们这里也没有名川大一 也没有什么名人古迹 那么怎么来 老人朋友来了 这里干什么 有什么休闲 那么随着这几年 这个发展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也现在 我们也在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怎么引导呢 我们会一三五 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啊 我们会推出不同的活动 我们从前年起创造了我们一个自己的中原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文化的一个阵地 叫做新叫做九岭之星 也叫做朱 通俗一点的就是朱末大舞台 那个是每次的都是五六千人 观众台上的估计演出人员就几百 都是游客自发来演出的 也没有琴也 目前中原相有民宿六百四十余家 从业人员两千余人 全年接待游客一百一十万人 下季高峰时段日接待游客超过三万余人 避暑旅游综合收入达1.2亿元 经济效益较好的农户 年纯收入能达到二十到三十万元 先后获平江西省4A级乡村旅游点 江西避暑旅游目的地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生态名片 硕骨雷雷丰收情最是七月仙桃美 日前赶州汇商县举行了清晰盘古账首届 仙桃会旅游文化节 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品仙桃赏美景 尝美味 尽情地体验乡村旅游带来的快乐 开幕式上 舞蹈天工琵琶舞 仙女水旧 歌曲知否知否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博得大家阵阵掌声和贺彩争 仙桃会上 寻桃品桃更是重头戏 在吃仙桃比赛中 游客们成了主角 大家使出浑身解数 疯狂肯桃 场面热闹非凡 而在搜仙桃环节 游客们五人一组 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根据提示 纷纷闯关寻宝 体验活动乐趣 这个比赛很有意思 很精彩 特别是这个桃子 很甜又大 非常的爽口 很脆 我还拿了一等奖 非常的开心 感觉这边的话 风景也还好 这个挺热闹的 蛮有意思的 千桃会旅游文化节现场 吸引游客的 除了歌舞表演 互动节目外 还有当地各种各样的农产品 在农产品展示区 又大又甜的鹰嘴桃 鲜红又人的芙蓉里 晶莹剔透的蜂蜜 摆满了展台 游客们纷纷 足足品尽品尝和购买 其实这边风景真的非常好 空气非常清新 然后也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 让我感觉一生都得到了放松 然后的话 也希望以后能再有机会来这边玩一玩 此次活动还举行了 篝火晚会 户外露营 新年干部联谊会等 虚伪盎然的活动 真正让游客参与其中 感受亲近大自然 释放身心的窃盈 近年来 汇商县新西乡 依托当地生态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邻国产业和乡村旅游 通过举办新桃会旅游文化节 以桃为美 以节会友 进一步提升当地乡村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加速农旅融合 促进乡村振兴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 也是为了推广我们清晰的土豆产 包括特别是我们这个鹰嘴桃 还有林芝 香菇 香菇 竹笋 这些都是我们清晰的一些特产 包括我们的脚板鼠 这些都是 然后我们也是借助这个 仙桃会旅游文化节 推广我们整个清晰的一个 盘古葬的一个景区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这个景区 更多人喜欢我们这个景区 也是非常欢迎大家 有时间带着家里人 带着孩子们到我们这边来团 带着我们这边来避暑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 为了引导少先队员 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在第94个建军节来临之际 南师傅小少先队员们 开展我和祖国共成长榜样精神 我来学寻访退役军人活动 7月22号上午10点 南师傅小湘亦花城校区的少先队员们 排着整齐队列来到青山湖区 湖滨社区退役军人 钟人美李良元夫妇家中 为两位老人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 致以少先队对礼 表达崇高敬意 孩子们围坐在爷爷奶奶身边 聆听他们的故事 这样的 我一直是搞通信工作 所以后来下来的任务 就要做一个电台 要装在这个坦克里面 这个任务就比较重了 就很重了 但是那个话真是没办法讲 真是没办法讲 坐在这个坦克里面 我讲你吃到这个糊 你怎么回都吃 哎呀 真的 人家根本坐不住 听了爷爷奶奶讲述的故事 少先队员们充满好奇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老人们耐心地 一一为小记者们解惑 爷爷奶奶 你们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当兵 为什么要当兵呢 我那个时候还没想到这么多 他竟然呢 就是想那这个保家为国吧 就是这样的吧 其他没什么好多想法 对这一张张活泼可爱的 稚嫩面孔 两位老兵十分高兴 不停地教导学生们 要好好学习 爱国爱家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退役的老兵爷爷 然后我 虽然他们已经脱下了军装 但是我从他们的身上 依然能够感受到 他对祖国热爱与关心 我们要好好学习这位老兵爷爷的爱国精神 不怕困难 不怕牺牲 同时要好好珍惜感恩 现在的美好生活 最后老人们鼓励少先队员 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砥砺前行 传承好革命精神 我们学校在八一建军节前夕 跟我们的湖冰社区合作 搞这个活动呢 就是想让我们的队员们 利用我们的暑假时间来进行实践 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 来进一步的来学习我们这个 退役军人的这个不怕困难 以及他们的优良传统 学习他们的榜样精神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文旅咨询快报 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1年度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单 其中重点推介项目20个 推介项目80个 江西瑞京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 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 入选重点推介项目 江西省博物馆的初心要征程 百建珍贵革命文物 档案说江西展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 遗址博物馆的金色海昏 汉代海昏侯国历史与文化展 以及安园路况工人运动纪念馆的 红色安园工运旗帜 安园路况工人革命斗争史展览 入选推介项目 7月20号下午 以共驻联盟大道 共建联盟花园为主题的 这碗敏干 渠黄南饶 联盟花园合作开发推介会 在江西上饶举行 会上宣布 渠黄南饶四市 将推出95号联盟大道 联盟花园四市旅游航线 全域智慧旅游平台 一马油等一批合作共建的旅游产品 联盟花园是智晚敏干 国家生态旅游协作区的 先行区启动区核心区 其建设目标是成为一座 具有窗口标杆意义的 国家级旅游休闲花园城市群 和世界级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此次推出的95号联盟大道 是联盟花园的基础性 支撑性项目 该项目突破了 大修大建的传统模式 通过整合利用现有道路的资源 借助统一标志标线 统一改造标准等 将原来居黄南饶四市 分段分散分类的国省道 以及现乡道路进行通车赋能 总长度约1995公里 串联了9个5A级景区 及众多优质旅游资源 9月5号联盟花园 将在上海举行长三角推介会 正式宣布开通95号联盟大道 赏美时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 全部内容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 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